中文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我是平柯 我現在在國雲長路海濱公園的門口 今天是九點半開園 那我現在是趕在開園前就抵達了 我今天是要來看 半綠不紅的紹走草 其實我本來是想要來看綠色的啦 但是因為之前這個園就一直彎著的狀態 一直到9月20才重新開啟 就有一點錯過了 不過我發現半綠不紅的狀況也蠻好看的 所以就趕在還沒有到旺季的時候 趕快來這邊朝聖 沒有看過這個顏色的話 就跟著我的腳步一起去看看吧 現在門口也有一些在等待的民眾 我要看的就是這個 入園之後啊 大家都往同一個方向走 看來大家都是要來看紹走草的 據說若是紹走草最紅的時候 大家為了要排空景 都會在開園前 就到門口守候 一開園就會逃進來 一直很想要看看那個盛況 但是今天看起來蠻和平的 少洲草 這個花真的超香的欸 好舒服喔 它全紅的時候就會是這個樣子 我以前也有來看過 這條路走到盡頭就會是 少洲草的地方了 在五月的話它會是粉碟花 會呈現地面跟藍天都是藍色的一個狀態 一旁現在所種的是波斯菊 現在有很多工作人員都在照顧這些波斯菊 哇好可愛唷 小小的它有一點點染上紅色 今年園內可是種了三萬兩千株紹走草喔 那眼前這個蜿蜒的坡道呢 是這個地方的經典拍攝角度 根據官網呢 掃帚草會被稱作掃帚草 就是因為過去的確會將它的金曬乾 用來製作掃帚 在台灣目前也有人以波波草稱呼它 但就不是很嚴謹的叫法 比較像是泛塵看起來圓滾滾的植物 全紅的話大概就會變這個顏色 今年園方預測掃走草 將在10月16日影響紅葉全盛期 觀賞期會持續一個禮拜左右 看這個綠色的小家坡 雖然每年的狀況不太一樣 但大致上9月底會是青綠色 10月初就是這部影片看到的漸層色 10月中到末會是最有人氣的紅色 10月底到11月初會是咖啡色 我是覺得在這段期間都可以來看看喔 旁邊的這些波斯菊在過一段時間會盛放得更加澎湃 之前在掃帚草整個轉紅的時候 來一整片粉紅花海非常壯觀 在遠方的部分則是有一些芒草 非常有秋天的氛圍 在遠方的部分則是有一些芒草 非常有秋天的氛圍 今天因為是平日 再加上目前掃帚草還沒有到它的最佳觀賞期 所以人是蠻少的 是一個很舒服的擁擠程度 旁邊的這個好像是Soba的花 其實Soba的花在日本也是算是觀賞植物 除了白色的之外 我知道還有粉紅色的 它的掃帚草還有這樣子的銀品 好可愛喔 一個是綠色一個是紅色 那因為我今天什麼都還沒有吃 所以我想要在這裡面找一個地方休息一下 就決定是它的 感覺銀杏也開始有一點透露出 金黃的氛圍 秋天真的要來了 先想介紹的是 廠路那顆開運鐵道神社 這是今年6月新設立的神社 鳥居是以當地的鐵路 湊線的鐵軌打造 供奉的神體是1971年行駛於湊線 2015年隱退的電車 所以我買了一隻 發現它有賣冰 所以我忍不住 就買了一隻 怎麼在這裡也太舒服 大家看前面竟然是海野 那我要找的神社就在這裡 右手邊 就是這裡 因為這裡有黃色的千鳥居 這裡還有一個休息室 超有趣的 最有趣的是這個吉兜販壽器 裡面竟然是地瓜乾耶 太酷了 金黃色的鳥居 看起來真的很可愛耶 這裡補充一下 由於磁城縣的地瓜乾生產量 是全日本第一 這也成為地瓜神社的 概念由來之一喔 那這個神社它的別名是叫做 Hoshimojinja 就是曬乾的番薯乾神社的感覺 那這裡它就有寫說 Hoshimo 就有一點就是 諧音的那種感覺 就想要的東西 所以就應該算是怎麼說 這個神社呢 本身就是一個祈求你想要的東西 就是你們願望能夠實現的 一個神社的概念這樣子 這個匯碼的話就是要1000日圓 那麼這次的磁城縣小旅行就到這邊 接下來我會繼續分享 日本風景及現況 恳請各位訂閱我的頻道 另外我的粉絲頁跟IG也很好看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1203 2203 210-566 1203 1702 另一半 油